就是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 徐福是秦朝时期的一名术士 为了帮助秦始皇找到长生不老药 徐福带领着三千童男童女 上百名工匠和五股种子 乘船出海 去往传说中的蓬莱方丈营州三座仙山 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徐福的神秘失踪 中国历来有着许多的猜测 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徐福向东登上了日本 而三千童男童女在徐福的带领下 开始耕作之一 最终成为了日本人的祖先 在中国史学界曾经盛行一种观点 就是徐福是建立大和政权的 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证据如下 一是一物时代的符合 日本皇室的传国神器草制剑 八尺穷钩玉和八尺镜 都是秦代制品 二是立国符合 日本自称神国重神众镜 这是方式之术 正好是徐福的本行 三是根据日本本纪记载 神武天皇东征时船队 男女各半 这是世界作战史上罕见的 只有徐福的船队 才拥有三千童男童女 四是日本文化的跨越 在日本神武士的文化时期 发展水平很低 而后来就到了 发展水平较高的弥生式文化 但是两者之间 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和过渡气 而且期间铜铁器的发现 温官的发掘 粮食种子一物的 都正好与我国秦汉文化相当 因此可以说 中国移民空降带来了先进的文化 六是政治建制符合 初代天皇建国时 所用的政治术语和制度 是中国周秦时代的制度 七是遗迹符合 神武东征的路线上 正好有着许多徐福的遗迹 遗址 传说和秦代的土文物 这种说法在日本民间也有众多的支持者 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证实 日本本纪记载 日本最早的创国者是 盘鱼艳天皇 盘鱼艳天皇就是日本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自海外而来 驾驶着一鸟船降落到日本岛 而一鸟船是秦汉直期中国特有的 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日本 并没有能力造成这样的船 而在日本皇室中 对于徐福是他们的祖先也有支持者 日本的三立功亲王是昭和天皇的弟弟 1998年11月 在日本举行的欢迎我方代表的国宴上 这位亲王亲口提出了 徐福是日本国父的官邸 为论证词观点还全力推动 徐福入日本建国考 在日本出版 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了另外一批人的反对 也对应的给出了他们的证据 但是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象 所以关于徐福是不是日本人祖先的争论 也一直存在 之后随着仁德天皇陵的发掘 并没有找到仁德天皇的任何证明 但是却奇怪的发现了大量的我国近代随葬品 而且就连牧师的结构也是近代时期的风格 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不了解的日本专家 只好邀请中国的考古专家共同挖掘 虽然此次的挖掘并没有找到与徐福有关系的证据 但是关于徐福的争论还是会继续 或许未来发现了什么关键性的证据 才能终结这段未解之谜